啊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 我在这里流泪 你还在那小嘻嘻 啊啊啊啊 快快快快换钱 不换钱我叛逆 我不管你认识谁 我就 这个脾气 听明白了 不就是欠你五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哎呀老杨 八十六遍你就理解了 你能力这么强啊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 你就往回要啊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 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 你看你现在 跟山水画似的 我现在就还你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 一分不能少五万块 等我快去吧快去 朋友们啊记住了 借钱呢不要乱借 还钱太费劲了 老文呢老文 你能还我两天吗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 亲家没有啊 拿钱你赶紧等我吧 我上你家酒去 把钱给我收下去啊 叔回来了 监控给您装好了 好使吗 好使 哎呀 那我先走了叔啊 走吧 哎好嘞 这东西好啊 哎呀 哎呀爸 你看啥呢 监控器 西安的 爸 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啊 防谁 防你风俗呗 防 你风俗啊 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的 那三十六计全使我身上来了 我安这个监控器啊 就是为了对付他 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 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 我让他找不着我 我把他借钱的想法 扼杀在摇篮中 哎呀爸 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 你可别算那么轻啊 再说了 我风俗的今天能来吗 他必到 逢节必到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他清明节 我去年生代小节他都来了 那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什么看我呀 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那行 那你看监控吧啊 我找我对象去 我必须把他看死 哼 小样 对了爸 我还得说你 你别跟我风俗那样啊 风俗对你多好啊 你看过节 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哼 还有那好心 还按摩椅 什么按摩椅 什么按摩椅 完了完了完了 不好 我包呢 我包呢 没想到吧 我就是这么强大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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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刺激吧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啊 惊喜吧 我没猜错的话 你按这个监控 是给我安的吧 是 不是 你误会了 小风 我就是想看一看 你的走位 但是我没想到 你的走位这么风骚 你给我来了一个 回首套 这叫开轨刀 轨刀一开 看不见 来 你坐 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呀 那个 你猜呢 我猜对了 寄钱吧 对 我说话你能信不 不信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 咱哥俩 这么多年 感情怎么样 三十多年的感情 关系 那刚刚的呀 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 想当年 你朝我借钱 就在这 你跪在我面前 借十万块 我没有钱呢 你说 哥呀 我急用 眼泪拼了 怕擦把钱掉 我心日软 我就把房子给卖了 把钱借给了你 可是你用这笔钱 做了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买房子了 对 你买了套房子 我住了三月地下室 三年以后 房价暴涨 你又转卖给我 你里外赚了我十六万呢 那我不是拿那十六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别给我提的做买卖 一提我就来气 什么反计水果销售计划 是你提出来的吧 大冬天的 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 往俄罗斯卖 那半路不都冻了吗 你怎么想的 你傻呀 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 你不会运梨吗 运梨到俄罗斯 直接编成冻梨的 你买冻梨好不好啊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你知道我说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呀 俄罗斯人不吃冻梨 你可以教他 教他 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 那你骗我呀 现在后悔值得吃药了 当初干啥了 那你说 你这次来 你有什么项目 哥啊 这次的项目 一般都想不到 机密 现在不是有那个 共享单车吗 我琢磨出了一个 共享电话 什么意思 就是呢 我要把全国各地 每隔十米 按一个电话亭 哎 里边呢 有二维码 你想把电话 用手机一扫 就可以打我那个 共享电话了 绝不绝 啊 绝不绝 谁能想到 啊 你赚大钱呢 三哥俩 风啊 啊 那我问一下 我要是没有电话 怎么办 你没有电话 大不了啊 你得用手机 扫我的二维码 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 我可以直接拨号 我直接打呀 我为什么要扫 你那个二维码呢 这是给没有电话 人准备的呀 他没有电话 怎么扫那个二维码呀 你没有电话 上市场买一个去呀 我上市场 把电话买过来 我可以直接拨号 我直接打 我为什么要扫 你那个二维码 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这是给没有电话 人准备的呀 你有电话 你上我这扫什么二维码 你欠着你呀 我就问你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电话 我怎么扫 跟你说话 说明 你没有电话 上市场就买去呀 买去 买去呀 跟你说话 那么费劲啊 清明祸 太生气了 疯啊 你俩都冷静一点啊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 就是哈 我没有电话 我想使你这个 共享电话打电话 我怎么用 不用 你拉黑 你这么说话 出去开钢 风啊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 太好了 开窍了 不开窍就气死了 你开窍了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 没钱 这忙我帮不了 真没钱吗 没钱 你回家吧 哥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你没钱 你下借借 我真没钱 我帮不了你 但凡有钱 我肯定帮你 谁呀 你给这谈项目呢 谁呀 你谁呀 老文哦 五万块钱 我拿来了哦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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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多了 我来还钱来了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 六年前 披肩发那时候 你六年前欠我钱 你这么着急还干嘛 你这七两年呗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 不是 你啥意思啊 我啥意思 我告诉你 就是我 我今天啊 就是不能有钱 你懂吗 就是你这个钱呢 你还我 他 他就是那个 等于没还 这个钱 不能拿 啊 对 我走了 哥你看看 没有钱 钱到了 是不是天一 疯啊 疯 疯啊 疯啊 这个钱呢 你拿走吧 其实 我想用它 做我女儿的嫁妆 啊 你也知道 我的女儿无知 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 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也不让 女儿嫁得太寒酸吧 这个钱 你拿走吧 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 放在第一位 拿走吧 哥呀 孩子要结婚 你说我这当叔叔的 在拿这个钱 你说我还是人吗 哥 哥 这钱 不见 安娜 不是 哥 你就不往回 让让吗 我不敢让 关键 那小家太穷了 他缺钱 爸 小龙来了 风叔在这 叔来了 来了 回来了 叔 坐吧 不是 应该叫爸 五万块钱 彩礼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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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子 你 你家那么穷 你扯着干啥 叔缺钱吗 拿回去 叔 我家庭条件 虽然很一般 但是百八十万 还能拿得出来的 嫌少啊 不是 不是嫌少 再加五万 哎呦 不是 你的小子 你怎么 马上当我姑爷子了 怎么 一点默契都没有吗 你钱拿 就是这钱呢 我不能拿 啥意思 我不能有钱 你贪上我这姑爷 你就必须得有钱 还有五万 锁 你小子 你是不是虎啊 你怎么看不明事吗 来 你把钱拿走来 把这钱拿走 我女儿我不嫁给你的 我不嫁了 来 过来 干 干 干什么呀 贪多无厌呢 男孩子呀 十五万就够了 干什么玩意儿呢 我的哥 这钱 你把 疯啊 疯啊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 我得病了 有病了 啥病啊 墨烧神经 带元素坏死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 哥 咋还得这病了呢 你得治啊 哥 这些钱 不能够 你还得这病了呢 哥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 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拿走 哥呀 你说你有病 就去眼的时候 我不能拿那个钱 哥 这钱我不要 你拿回一个 你拿回一个 我是不是应该 让一让是吧 你拿着 我又让了 不是 见不过你 疯啊 别哭了 别哭了 疯 这么着 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 家里人都不知道 别哭了 别哭了 你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 听我的啊 听我的啊 你快走 快走 你现在走 走 回家 干嘛呀 孩子 快给我老婆俩 又吃我一样一样 快来喝一样 咋的了 兄弟 哥 叔 你倒笑一笑啊 你笑笑笑笑 笑 二二三 完美 好了好了 风啊 下到完了快走吧 快走吧 风 别哭了啊 走吧 风 哎 好有气 好有气 小风来了 正好 来吧 你别走啊 来坐坐 坐你哥这 小龙来了 阿姨 龙来了 妈 来 老闻啊 我回来了 哎 回来了 来一起吃 冬块冬块 哎呀 来看看 看看 炒苦瓜 土从心来 哎 丢肥肠 肝肠寸断 这个好啊 富气废票 私心裂派 哎呀 老爸 我吃不下 去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 看啥电影 看流浪地球 家 这孩子心多大呀 还看流浪地球呢 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行了 我爹 不是小风你说啥呢你 我让你摆一摆 哥呀 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 跟家里人说吧 哥 到时候咋回事 嫂子我跟你说 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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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病了 啥病啊 那时候神经 干源素 会死了 啥 快死了 我爸死了 问我咋 什么快死了 谁快死了 哥 不是 哥 兄弟对不住你 你有病了 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 我就是砸锅卖铁 给你治病 你挡着 我回家把房子卖了 哥 老文 回来 回来 老文 行了行了别过来 我根本就没病 我说那个末梢神经 钙源素坏死了 其实就是 牙根坏了 把牙拔了就好了 你没病啊 我没病 哎呀 我说实话吧 风啊 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 不想借你 关键你不干正事 但是今天呢 你让我很感动 我没想到你会 做出这样的举动 风 五万块对吧 拿去吧 我不要 给你留的吗 我不要 算我给你的行吗 我投资了 你赚了分我点 不赚的算我的 我不拿 让你拿着 拿了 谢谢你 què 我 你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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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